市長您好 我的質詢呢大部分都是建議 只要市長給我一個態度跟方向就好 後續我都會再跟各局溝通 局長就先不用上質詢台 這樣可以多討論一些議題好嗎 好 那麼首先第一個是營造業 因為它反應缺工缺料 除了目前的五都已經有不少的縣市 都已經延長建造期限兩年了 目前首都台北市尚未跟進 我們的建管處也指出 確實因為進出口的限縮 而且人力嚴峻 國外的原物料沒有辦法進口 像大陸的砂石料就受到影響 導致台灣缺工缺料 因此希望能夠請台北市 研議延長建造期限 紓困營造業 市長可不可以 可以 已經在籌辦了 好 來第二個是關於降稅的部分 雖然呢目前台北市紓困方案都已經有了 但是還是有很大的反應 希望能夠在房屋稅和娛樂稅再加強 雖然許多的市民或議員 建議要調降營業用的房屋稅 然而受限於中央母法 營業用房屋稅最低不得低於3% 目前已經是最低了 所以中央如果不修法 房屋稅台北市不可能自己降 市長是不是 對 好 那我們一方面當然希望台北市持續向中央來建議 但現況下是很多的商家 因為房東不願意降租 那麼他撐不下去 但房東自己也有現金流的壓力不肯降租 所以本席的建議是能不能夠研議 只要房東確定他有降租 我們就延長他的繳稅期限 至少是在台北市的部分 這部分可不可以研議 可以 那再來第三個方面 是儘管在現在的娛樂稅呢 台北市已經是查定營業額降低30% 但現況業者根本收入大幅降低 就票房慘淡各種的演出展覽活動 幾乎都停擺 我建議市府不如大方一點 免徵本年的娛樂稅 可否請市府研議 這樣好了 按照他的營業額 比例下降就可以了 按照比例來下降 好 謝謝 再來一個是關於口罩販賣機 資訊局的同仁和健康中心的同仁 都非常的辛苦 那有一些呢 是資料 比如說回傳有誤 這部分確實我們要改進 但面對一些不實的指控 跟批判也必須要澄清 要請市長當市府同仁的後盾 好不好 好 好 那麼來請看 某大議員 還有日本NHK報導的 造謠粉專再度造謠 批評口罩販賣機 有一人持多卡的事情 後來證明這是不實消息 請問市長您知道嗎 這個我不知道 好 造謠的這些點閱 我們發現他的分享數 成百上千 但是市府的澄清新聞 只有五百多人觀看 其中還包含了 市府同仁跟我 還有我助理 造謠出張嘴 辟謠跑斷腿 我們不容許人 以造謠污蔑的方式 不實指控台北市政 請問市長 知不支持 將造謠者移送法辦 應該要把他們移送法辦 應該要把這些移送法辦 好 謝謝 再來呢 市長 您記不記得在二月初的時候 因為您說出了武漢返台的隔離地點 被很多人批判 甚至陳時中部長都說要 要依法處置 您還記得嗎 記得 那請問市長 最後您有被依法處置嗎 沒有 沒有 哎呀 來 市長 這裡有一份公文 是疫情指揮中心發給台北市 叫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集中檢疫場所工作指引 一月份和二月份有兩個版本 但內容大同小異 請問市長 知不知道有這份公文 知道 這份公文我知道 那麼裡面就有寫到了 必須要公告檢疫場所 所以請教市長 為什麼當時 市長不拿出這一份公文 出來打臉反對者 唉 我當時想說 檢 那個齁 那個 那個那個 疫情還在 不想跟他口水戰 我是看過公文才講的 嗯 不想跟他口水戰 為了順時中 但是呢 順時中或者講說 忍讓的結果是什麼呢 換來的是持續卡住台北市 就比如有人批評 口罩販賣機沒放在捷運市場 或商圈 結果發現是因為中央法規的限制 另外也因為了眾所皆知的原因 紓困的Coupon券 可以給LiPay 一卡通 台灣Pay 接口 但偏偏不給優游付 甚至大部分的紓困及防疫 都越過了北市各局 請問市長 這是不是 因為眾所皆知的原因 好 對了 好 謝謝 市長如此坦誠 儘管 一開始我們不希望口水戰 但是正確的事情還是要做 所以最後 建議市長 不論是順時中還是逆時中 台北市應該要堅持 黑就是黑 白就是白 該向中央爭取的幾點訴求 跟幾點意見 就要爭取 該秀公文 秀公文 最後誰認真做事 誰在卡台北市 全民看得清 市長好不好 好 好